很多的人在50岁以后 甚至像我这个年纪70岁 常常会感觉到胸闷 就是你经脏动脉 有时肺动脉 其实都已经有些阻碎 正好有朋友推荐我 吃酪梨油 我就想说 那不妨试试看 吃了几天之后 那个胸闷的感觉 整个消除掉 那因为我们很多人 有退化性关节炎 我也有 我从10岁开始踢足球 踢到60岁 踢60岁还在踢足球 我踢到60岁的时候 突然膝关节的疼痛 所以去检查才知道 自己的软骨已经磨损到 很严重 我吃了大概一个多月的 酪梨油之后 它的疼痛减少到 大概百分之二三十而已 酪梨就是超级水果 营养素非常的多 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可以抗发炎 抗氧化 增强免疫力 预防骨松 关节炎 你刚刚提到脚的部分 预防癌症等慢性病 还有控制血糖跟护肤美容 所以我们看到 刘大哥看起来不像70岁 我们年纪到一定的程度 你的脊椎支撑你的体重 尤其胸椎跟腰椎这一关 我们的脊椎如果受到压迫的话 或者是它的位置不对 它会产生很多的疾病 那最好的运动就是 要不断地加强 你肩颈 胸椎 跟你腰椎肌肉的力量 你要把脚尖竖起来 用脚尖吸气 缩肛门 因为缩肛的话 对男生女生都好 吸气 倒 压 吸气 倒 压 这个做30下就好 完了之后 变成在这边压进去 用力的时候 你把它一挺 吸气缩肛 压下去 推回来 一样30下 另外一样躺下去 这仰视 帮你的背 离开床 脚放在空中 做的时候 这个相互地打 当然你的肌力够的话 你可以做快一点 做120下 你就这样做 那你其实每天的运动量很大 所以我是想说 我15分钟做完 你一天所需要的健身 哈喽 欢迎收看今天一样的电影迷 我们今天请到了 资深帅哥 也是婆婆妈妈的大明星 他是刘志涵的爸爸 刘尚谦 大家好 宇安好 对 其实他最近很忙很忙 不过白忙之中呢 还是来参加我们的 健康点点你的节目 他一直以为自己很健康 不过在疫情的时候啊 就是好像有出了一点点状况 让他这个全身零件都好像坏掉了 结果他吃了一个东西就变好了 对不对 很有帮助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年纪 尤其在中年以后动脉的血管很容易就开始老化 是 而且很多的人在50岁以后 就是像我这个年纪70岁 大家常常会感觉到胸闷 就是你心脏动脉 也许有时肺动脉 其实都已经有些阻碍 下载 对 包含胆固醇啊 还有脂肪类的东西 它在堆积 它在预设你的动脉血管 所以当你觉得胸闷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都应该去做一些检查 正好有朋友推荐我吃这个酪梨油 那我就想说 那不妨试试看 哎 还真的觉得不错 吃了几天之后 突然发现那个胸闷的感觉 整个消除掉 然后再去看洛宇的一些报告跟研究 我发现它对消炎也非常好 所以表示它的抗过氧化也非常好 那因为我们很多人有退化性关节炎 我也有 那我的退化性关节炎 跟我长期踢足球有关 我从10岁开始踢足球 踢到60岁 踢60岁还在踢足球 对 我大概在23岁的时候 我还维持我的足球的水准 维持得非常好 我也曾经被邀参加这个台湾代表队 那后来因为我在拍电影 我就跟罗教练讲 不好意思 我真的没有办法参加 所以就没有去参加他那次的代表队 那后来我到50岁之后 又被征召去踢我们台湾的元老代表队 所以我踢到60岁的时候 突然膝关节的肠痛 让我觉得很困惑 所以去检查才知道自己的软骨已经磨损到很严重 那医师一直劝我说 哎 你要不要换人工关节 我觉得不想换人工关节 不想开刀了 可是你这个膝盖经常的使用 它的疼痛 我吃了大概一个多月的酪梨油之后 它的疼痛减少到大概百分之二三十而已 他刚刚一走进来的时候就是一派帅气身材非常的好 70岁还可以保持资深帅哥的这种感觉 资深帅哥 我们来讲一下你当时为什么会接触这个洛璃 他一直觉得自己的健康 就没想到在疫情的时候 怎么觉得怪怪的 你经觉你的身体好像在走下坡了 有一种慢性发炎的状况 你有点疲劳 代谢变慢 身材变形 关节疼痛 甚至膝盖的承受力也变差 只要爬楼梯啊 走斜坡 刘大哥都觉得说关节会疼痛 而且你自己好像因为宗教的关系要跪白之类的 其实也是会造成关节上更受伤 然后去健检了 以后发现因为疫情的时候 在饮食上面疏忽了 也打乱了自己的生活 对 然后有些慢性命早上塌 包括血压上升 血糖上升 那身体就出现了慢性发炎的状况 你可能不晓得你自己身体在慢性发炎 其实慢性发炎非常可怕 因为有可能会变成癌症的 包括你睡眠不足啦 压力太大啦 皮肤上面会出现一些症状 心情低落 焦虑 疲倦 那潜在的原因可能是感染了病菌 或是自体免疫系统就下降了 或者是工作压力 睡眠不足 你看到红字的时候就会有吓一跳 不是说红字吓一跳 我会觉得说 能够在这个健康的标准范围之内的时候 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因为你平常就在担心 哇 我自己身体的状况 哪里发炎 然后又担心说这个发炎会不会好 就有一个事情挂在那 你这种感觉吊地下就外 那你干脆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 让你身体的状况能平衡过来 所以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补充一些 我们身体已经没有办法能够吸收的 尤其像Omega 3 Omega 6 Omega 9 这些你都没有办法从身体里面的机能 再去让它能够产生出来 所以你必须要靠外面的食物来加强 你身体很准 我们如果要抗慢性发炎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类黄酮多分 苹果或莓果类 番茄预防发炎增加免疫力 像酪梨呢也是可以抗发炎的 然后另外像是多色真色蔬菜 像是紫甘蓝红萝卜菠菜 都有抗氧化的物质 第三个呢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Omega 3 脂肪酸 鲑鱼啊 青鱼啊 沙地鱼 你可以多吃一点点 听说台积电的张宗萌 非常喜欢吃炸物 就被他的老婆给禁止 偶尔可以吃一个 就是深海鱼的炸物 深海鱼的炸物 因为他觉得深海鱼是OK的 好 坚果类的 也是有Omega 3跟抗氧化的功能 发酵食物 包括益生剧啊 优格啊 就是帮助肠胃蠕动 还有颧骨类的食物 风胶 还有辛香料 其实都是能够抗发炎的效果 慢性发炎 其实那时候是医生告诉你的吗 我不觉得我有慢性发炎 但是他讲了一些的症状 有时候你突然觉得说 开始有点 忧郁 忧郁啊 或者疲劳 尤其是那个疲劳的感觉 会比往常要再高一些 哎 怎么会这样 那你身体有慢性发炎 所以我们尤其年纪大 很容易产生过氧化的状况 因为过氧化其实就是发炎 我身体有发炎的话 那我们就赶快要做一些 食物上的调整 有一些健康食品 有相当好的效果 那怎么去选择它 不仅是医师介绍 营养师介绍 很多东西都是见仁见智 其实医生有提醒嘛 如果你要养成抗发炎的体质 第一个是当心饮食的危害 就是少吃烟熏 烧烤油炸 精致淀粉能夹工食品 第二个是注意PM2.5 大家最近都在讲啊 空污的问题哦 空污的问题 对 今年的心癌王变成肺癌啊 对 不是抽烟才会得肺癌 是PM2.5 真的很恐怖啊 然后第三个是 减少压力的来源 其实这个我也想问一下 您拍戏拍了50年 您在拍这个昂档戏的时候 压力多少会有吧 年轻的时候 如果说像拍这些昂档戏的话 那个体力当然非常好 我最高记录72个小时 72 对 我们没有离开过电视台 最后拉撒岁在摄影棚里面 刚好演一个孪生兄弟 有时候同场戏 一下要扮哥哥 一下要扮弟弟 对 那真的蛮累的 不止72小时 他进来的时候 给你10张A4纸 不同的两个人的对白 你要背的 我给你 天空厉害 是假如您跟刘志涵同台吗 他有没有说 爸爸你快六七十岁了 不要再拍昂档戏了 也没有 他从小就知道 我这个做爸爸体力惊人 他不会担心这个了 所以说现在在拍昂档戏的话 你会怎么样去减少那个压力啊 其实昂档戏的压力是在于 睡眠太少 你睡眠不够的时候 你反而会让你的记忆力衰退 你要迅速地把台词背好 就有很大的困难 背不好台词的话 那你的戏完全不对 我们的压力在于说 我能不能忠于这个角色 持续地扮演下去 都能够维持在那个水準 你一直吃NG 有时一直咔咔咔 你会连累到其他的演员 对方是不是有这个耐性 等你的NG呢 所以我今天想说 那怎么去让你的身体 能够去配合你的工作 但是你也不要强迫自己 因为也许那个工作 是超乎你自己想象的 既然已经超越你的能力 那你可能要选择变换一下工作环境 就是医生说有五件事情 可以养成抗发炎的提示 第一个是当性饮食危害 刚刚讲了 第二个就是PN2.5的浓度 可以用一下空气清净机 注意环境污染 第三个减少压力来源 就是你的睡眠要充足 不要影响到你的免疫系统 第四个良好的生活习惯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睡眠 第五个呢 摄取抗发炎的食物 包括了苹果啊 蓝莓啊 葡萄纸啊 南瓜 或者是刚刚提到的酪梨 都是抗氧化抗发炎的好食物 那刚刚其实 有上天大哥有讲到他吃这个酪梨油 那其实酪梨呢 就是这个超级水果 营养素非常的多 有钠 钾 钙 铁铭 铁银等矿物质 还有维他命A C1 B6 维生素的B12 还有叶酸叶黄素 胡萝卜素 Omega3和膳食纤维 这么多 所以才被称为超级食物 那其实酪梨有什么效果呢 第一个就是他刚刚讲的 年纪大了 心血管会叫狭窄 是 那酪梨的功效呢 第一个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第二个可以抗发炎 抗氧化 有益肠道的健康 促进消化 还有增加饱足感 有益体重的控制 然后还有富含维生素A和胡萝卜素 你有情况也 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B繁的 对 有益视力保护眼睛的健康 然后增强免疫力 预防骨松 关节炎 你刚刚提到了你的脚的部分 还有预防癌症等慢性病 还有控制血糖跟护肤美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刘大哥 看起来不像70岁 好 不过要提醒一下酪梨的热量非常高哦 如果你吃一颗的话 热量就已经达到最多可能有504卡路里了 所以你要吃半颗就好了 那像上千大哥 他基本上就是直接吃醉曲的 这也是OK的 那有三类人不能吃 比如说有过敏体质的人 还有你有吃抗凝血药物 降血压的药物 或者是抗癌药物 以及免疫抑制的药物 都会让吃酪梨的效果会没有那么明显 还有就是你如果消化问题的人 这三种人在吃酪梨之前 你可能要跟医生讨论一下 因为你也经历了身体有点慢性发炎 然后身体不OK的这个状况 那好像您自己每天会做一些特殊的运动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是什么运动 你上了年纪之后 到底适不适合去做 比如说健走 每天走十公里 还是你要走一万步 我是觉得是说 可以不需要去浪费掉这么多时间 而且你走这么多步 是不是对你有一定的帮助 尤其我们年纪到一定的程度 你的脊椎支撑你的体重 跟你的身体的一个架子 尤其胸椎这一块跟腰椎这一块 我们的脊椎如果受到压迫的话 或者是它的位置不对的 它会产生很多的疾病 因为以中医的观点来讲 脊椎在每个节 它都代表着你的五脏 五脏肺负 所以当你哪一个脊椎错位的时候 它就会影响到你的心肺功能 肝功能 肾功能 肾功能 甚至脾胀的功能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如果能够把你的脊椎撑好 腰椎撑好 那尤其腰椎很多人都因为压扁了 变成这个骨刺 尤其刺激到神经 那个疼痛很多人受不了 所以今天我们如何去预防它 跟我们能够去修正它 那最好的运动就是要不断地加强 你肩颈 胸椎 跟你腰椎的肌肉的力量 年纪大之后你不运动了 所以反而你腰部的力量 跟胸椎这边的力量减弱之后 它变形了 走位了 所以有些人驼背得很厉害 因为我从小运动 所以慢慢慢慢我也找到了一个 平衡 很好的平衡的方式 它有类似像伏地挺身 但是我不是对地 我是对墙做 我知道 推墙 当你去推墙的时候 它在扩张 我们可以现场示范一下 可以啊 我们跟一般的做仰卫起做不一样 那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步骤 就是说我一个是扩张 扩张了之后是对胸部的力量 另外就是做收缩 所以收缩的时候 变成你的破背肌的力量 我们配合气功的循环 你要把脚尖竖起来 要变脚尖吸气 缩肛人 因为缩肛的话 尤其男性讲摄护肩 对女人来讲 它正好在会音之间 所以缩肛对你的肾功能 对男生女生都好 所以变成说 我今天要导向墙壁 提缩肛吸气 导向墙壁 这个是扩张 所以你的重心跟念头 是放在这里 那你一缩肛吸气 倒 推它推回来 吐气 吸气 倒 压 吸气 倒 压 这个做三十下就好 大概才一分钟 这个完了之后 我们换一个 变成我的手放在上面 我们现在是要做腿部的肌肉 跟上半身 这边的伸展 变成在这边压进去 压进去的时候 你的腰椎正好向前 压向前 它要用力 用力的时候 你把它一挺 那它这个 你的腰部跟这个力量 它腰就会 因为压缩 这样拉回来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运动 那我今天做三十下 一样停 吸气 缩肛 推回来 再吸气 缩肛 压下去 推回来 一样三十下 那再三十下做什么呢 刚才我讲的 这是扩胸 那我现在把它缩回来 变成把重心 放在这个背后 所以就变成 我的手原来这么开 现在我把它缩小 到跟你的肩同宽 吸气 垫脚尖 缩肛 到这里 用力点放在这里 然后再推回来 吸气 缩肛 推回来 我们这个镜格 大概停在这里 两秒到三秒 这样子 那你平均大概做了九十次 大概四分多钟 另外我会搭配 一百二十次的 类似像养活起座 但是这个养活起座 不是这样子棒 你就躺在床上 我这样子做了就可以 仰视 像躺下去的仰视 那帮你的背 离开床 脚放在空中 那么 做的时候 这个相互的打 当然你的肌力够的话 你可以做快一点 就做一百二十下 你就这样做 我还看你其实 每天的运动量很大 所以我是想说 我十五分钟做完 你一天所需要的健身 我们一般来讲 不管是 修密也好 修道也好 我们都会产生所谓的家夫座 你要家夫座 有单的 有双的 那你把脚叠好 那你如果叠不起来 没关系 你就可以把双手放在这里 就像我现在坐着 全身最重要你的双肩 肩颈这一块要整个松掉 真正的在有点出力的地方 是在你的腰椎 真的 腰椎一定要挺起来 下巴微寒 那么不管修密修气也好 请舌尖顶到喉顶部 如果你想关鼻 那你眼睛就张开 因为它有帮助你集中意识 你要把眼睛闭上都好 气比你原来的呼吸 稍微深一点就好 我们在修密修道 都要修到闭气 就是我一口气吸进去 到单点 放在里面不动 及格的话 就是两分半钟 两分半 对 我们到家练到这个归习大法 可以24小时在 跟睡死了一样睡着呢 所以气功 它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练气功的好处呢 有时候人家想说 你几天没睡 或者你只睡一两个小时 你看起来精神意义 我说你只要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就补充过来了 所以气功现在我们叫 尽量去做一个现代社会 我们叫做24小时禅 随时可变 甚至气功也有练卧脂 那么你就睡觉带工练 所以这些都是你有自学 还是跟老师觉得 我们绝对不可能 无师之 我想说 这刚刚做一个姿势 好像就有点 腰传背痛的感觉 一样刚开始练的时候 我可能连三五分钟 满脑子杂念 尤其练气的时候 你要专注 就像我父亲也练得非常好 我父亲活到96岁 那他跟我是同时间一起练的 那我们刘家人 其实以过去的历史来讲 都不长寿 大概没有超过80岁了 我父亲到96岁 他的脑力跟智慧 那个麻将打得还非常好 所以对我来讲说 练气功 这是我们中国人 非常宝贵的一个正常 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 练气功的想法 因为对自己的本身 甚至对于自己的身心灵的保护 还会非常好 就像你刚刚说的 24小时餐的概念 对对对 就像有时候 很多人就看我 咪一下 其实我不是在咪一下 我已经在导引我的气 要把它打到哪个地方去 甚至我的脑部 我的心脏的部位 我的肺部的部位 今天我们叫武器朝圆 那就是你要把武脏的气 集中在弹中这里 然后再从弹中这里 然后可以再上一道脑部来 其实我们今天听了这么多 包括他吃的东西 让刘大哥的身体有变好之外 刚刚有几个动作 大家可以学起来 就是在家里就可以做了 当然气功的话 他自己已经修炼到一个境界了 他因为只有这些养生之道 到70岁了 还可以这么的有活力 还可以既性这么好的演昂党性 那今天真的蛮庆幸的 邀请到您分享这么多养生之道 因为其实您看起来真的不像70岁 谢谢 对对对 那非常谢谢 刘上千 刘大哥来到我们现场 我们就跟观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有点感谢 不渐 太阳光满 不渐 太阳光满 不渐 太阳光满